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怎么准备自己的冰山剑 你有什么准备自己的冰山剑 我给我PK 我就给它来两拳 我就给它来一个摔跤 我给它过肩摔跤 我240斤我压在他身上 我看他这个段子 他起不起的来 你知道吧 我经常会写好几个半成品的稿子 然后选一个最好的把它写吧 稿子还是要调一调 但是大概都改完了 心态好了一点 所以我们准备的挺重备的 大家好我是张浩哲 我已经不想看张浩哲的开放满演出了 因为越看越焦虑 然后效果就非常好 我今天听到笑声我都焦虑 你知道吧 以前我没讲脱口秀前 是个多么阳光乐观的大男孩 虽然我很焦虑 但是我和张浩哲有个约定 就是我们两个人如果谁晋级了 然后就通宵帮另一个人改搞 那个时候就感觉心里还挺有安全感 就希望不要另外一个人连数两次吧 小北的观众员一直都很好 他的舞台状态的上限非常高 这种对手是非常难打的 浩哲从第二轮开始 他就找到了自己在舞台上的 那种熟悉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胜率是55% 保进半决赛 要争进决赛 接下来我们上位区的比赛 马上就开始了 掌声有请小北 小北 来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北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 收到了很多私信 有一部分呢就是 建议我的脱舞秀怎么讲 有一天特别有意思 有个网友跟我说 小北看你的脱舞秀之后 我能给你提点建议吗 我还没打不能 他说那我继续说了 他说我建议你 他说我建议你多读点书 我特别喜欢 磅礴忽兰那种高级的脱口秀 我听的时候特别生气 我说你喜欢他们 你就看他们去 他们不是还健在吗 我说我属于另一个品类的 你知道我属于那种 没文化脱口秀 而且我觉得脱口秀演员 这个身份 就应该多姿多彩一点 你知道吧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觉得假如说 舞台上有50个忽兰的话 也会非常奇怪 你知道吗 你感觉你看都不是脱口秀 你感觉去了个校场病医院 你感觉让他转压了 而且你们想象一下 假如舞台上有50个忽兰的话 你们真的觉得好笑吗 那确实有点好笑 大家也看得出来 现在我这个人不仅没文化 我还没礼貌 前两天我朋友问我 他说小北 你们那个公司那个CP是真的假的 我说关你啥事啊 他说小北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 我说那咋了 当时我问他俩的时候 他俩就这么跟我说的 确实现在说话有点冲哈 前两天去外地演出的时候 在机场办直击 我刚把身份证给那个柜员 那柜员跟我说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这个飞机满舱了 我说满舱是什么意思 他说满舱意思就是 这个飞机坐满了 我说啥 我已经上去了吗 他说那倒没有 你现在已经上不去了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说那怎么办 我晚上还有演出呢 还有三百多人等着笑呢 我不去他们笑谁啊 啊 给我气的 我说他们几个能行吗 官员看了眼说 确实不行 我们马上给你解决 然后我说你赶紧给我解决 我当时特别生气 他说先生我们有一套方案 就是半个小时之后呢 还有一个航班飞过去 同时我们会将你这个经济舱 生成为头等舱 我说刚才说话声音 是不是有点大了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 我平常坐飞机的时候 特别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 你知道吗 我觉得很舒服 当我每次都怕 我坐在靠窗位置的时候 旁边坐一个人 对窗外的景色分外好奇 那天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那天我刚坐在这儿 旁边过来一个大哥 你知道吗 他刚坐在这儿 脸就操这儿来了 那个大哥长得什么样子啊 就满脸落腮胡子 长得特别壮那种人 你知道吗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特别怕他看着看着 突然亲我一下 你知道吧 然后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他只是想看云彩 我就想怎么避免一下 这个尴尬呢 我准备闭眼睛瞇一会儿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 一睁眼大哥脸还在这儿 当时我就特别的紧张 我说这怎么办 他不能一路都这样吧 当时我就没有办法了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亲了他一下 你得拍得好好 对 拍得好棒 就是你怎么避免尴尬 手机你要尴尬起来 你知道吧 把主动钱掌握在自己手里 后来你大哥再也没看过窗外 只看你 我这个人啊 虽然没文化没礼貌 但是还是有优点的 我这个人很孝顺啊 我现在一有时间就回家 而且我跟我爸妈的关系特别好 每次一回家 我跟我爸妈第一天无话不谈 第二天无话不谈 第三天无话 不谈了不谈了 那个时候你就会疯狂思索 找点话题跟你妈聊天什么的 然后找一些事情 然后那天我突然想起 小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 就是小时候我妈 突然有一天问我 她说儿子 你想不想要一个小弟弟小妹妹陪你啊 我说如果家里再多一个孩子的话 这个安全问题我可负责不了 当时我就自己贼幽默 我觉得从小就是托我去演员 就是爱开玩笑你知道吧 我就想起这个事之后 我就问我妈妈 我说当时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 我妈跟我说当时确实怀了个孩子 然后当时因为我说那个话 她就没有那个孩子 然后当时我听了之后特别难受 然后眼眶都红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我妈跟我说 是不是开起玩笑 我说妈 我好像知道为啥这么没笔茂了 我当然开得起玩笑了 我今天在台上讲的几几分钟 哪句不是开玩笑呢 希望大家以后都开得起玩笑好吧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开得太好了 谢谢小北 喜欢小北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她投票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小北 郭老师 为什么 郭老师 我可以 现在还可以吗 现在可以 晚了 这就去年的事了 我蒙了 确实蒙了 我光看了 忘了 对不起小北 这第一个上来就是 这优势 谁没礼貌 谁没礼貌 这能接受吗 这种慌 我觉得她连晃都敢把撒 什么借口 太敷衍了 我确实忘了 小北 你看我还给你点头打招呼呢 对不对 是的 我说光点头打和暗灯 那一直在 行吧 我说了一点小谎 第一个上来 我说再看看再看看 对对对对 对不住对不住 她的成绩 每次都是两个人都 表演完了之后一起公布 好吧 大家不要着急 可能可能我没看过几段 但是我觉得小北今天这段 是这我看过的最厉害的一段 然后尤其那个大哥 你亲大哥那段 大哥从此不看窗外 只看你对不对 真的说了好多 你妈那段也挺多的 哦 那段好厉害 就是那一段挑战了观众朋友们 大部分会觉得 哇 能说这个吗 突然间来这个 哇 太酷了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一个感觉 但是居然这么漂亮的 来一个回踢 我觉得好酷 那一下啊 我挺喜欢的 特真诚 也是我喜欢你回踢的那一脚 突然一下 惊着我了 今天这么 哎 郭老师今天这么谦虚啊 他也特别真诚啊 就是 也感觉像真的似的 我也属于美文化那款 除了美文化那个 哎 单总 就是说咱们这个脱口秀 一定要显得特别有 就是内容文化 跟百家讲坛似的 就是这种会感觉就特别厉害嘛 也不会啊 显然不是啊 我们每届的大王都挺美文化的 我还喜欢 我还喜欢 观点上的输出 是不是一定要好像 就是你们觉得小北没观点吗 很有啊 其实也有观点 对不对 我是觉得脱口秀是很难 很难没有观点的 他哪怕讲这个 讲一个趣事 他选择了讲这个趣事 就代表他的观点啊 对 脱口秀怎么能没有观点呢 你说那个大哥不是招好者吧 一会上来你们看吧 好吧 好嘞 好 感谢小北进入等待区 获得了15票 的影校园票数 我就一直很羡慕小北 就是他永远 不管是在哪里演出 他都是一个很松实很松实的状态 这次进入上位区 你觉得谁对你的帮助最大 我爸妈吧 尤其是我妈 她特别支持我 给了你什么支持呢 除了生活上支持以外 还为了激励我 还给我买了辆我心仪已久的车 那你比赛完 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提车了 不用 一会车就到门口了 这么快 那肯定是提前买好的 看来对你很有信心啊 那倒不是 因为他是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 下单送车上门 开七天还能免费退 他说了 如果后面没进击 就给我退了 不说了 我得赶紧准备稿子去了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掌声有请小北身边的大哥 我叫张浩哲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浩哲 那个大哥不是我 不是我 要是我的话 我会直接亲上去的 言归正传啊 我今天来聊聊我的大学生活 我大学是在美国上的 但其实我这个留学生活挺水的 我高中没好学习 竟跟同桌聊天了 就不管谁坐在我旁边 我都给他逗乐了 后来在我旁边安排了个结巴 我都给他治好了 就后来在托福培训班 又治好了几个结巴以后啊 120分的托福考了57 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啊 学语言是需要语言环境的 我刚到美国立马就学会了手语 你知道吧 真的在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能确定自己点的食物 到底叫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 叫 This one 有的食物特殊一点啊 他们睡在别人的桌子上 他们叫做 That one 就留学生跟留学生是不一样的 那忽然那种学习好的啊 出国叫 杜金 我这种学习不好的出国就是 天魔 到了大学我学习也不是很努力 我大一的数学课 国内高二就学过了 我天天翘课 结果成绩还是名列前茅 美国同学找我来辅导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这个神秘的东方力量叫 即便偶不便 符号看向线 我大学学的是统计学 但其实我真正学的是 狼人杀 我曾经跟晚上 我曾经 我曾经跟同学 晚上起床 白天睡觉 连续杀了十天 你知道玩到最后 人都是懵的 上帝说天黑请闭眼 我都感觉不是在Q流程 是在劝我 天黑咱就闭闭眼吧 再这么熬下去 咱这个游戏就要死真人了 我妈晚上睡觉前 给我打视频电话 一夜没睡的我 还要装出一副 刚起床的样子 她不知道啊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生目中依然是中国中 我妈还说呢 这儿子怎么眼睛都不睁开呀 是没睡够吗 我下意识地回 不睁开就对了 因为我是平民 其实我去之前 对美国是有幻想的 我以为自己去的是华尔街 是硅谷 但当我第一次走下飞机 看到机场的宣传语写着 欢迎来到密苏里 欢迎来到美国的粮仓 我幻灭了 美国的粮仓 隔中国就是北大荒啊 我一个山东人飘洋过海 来美国闯关东了 我 那个机场又小又破 我都怀疑那个机场啊 是火车站改的 而且还不是上海虹桥那种火车站 而是那种 詹天佑 在光绪年间建的那种火车站 我每次下飞机都要猛的一回头 我说我要确认一下 我刚刚坐的那架飞机 不会是一架绿皮飞机吧 每次我走在那个狼桥里面啊 我应该说走在那个狼桥上面 因为那个狼桥是露天的 我虽然英语不好 但我知道这里的借词不能用印 得用on 每次我walking on the狼桥啊 夏天的风Blow in my face 地勤在旁边 Welcome to America 我在这儿默念中国 I miss you 我虽然学习不是很努力 但是我一直有在努力的送外卖 勤工俭学嘛 农业周嘛 植被多 野生动物也多 路上真的全是路 蜜苏里有一句古话 叫车到山前 它必有路 晚上开车很不安全 怎么说呢 就是小路乱撞的 而且你别看我五大三粗的 说自己是李逵 晚上真害怕 把李逵脸都下白了 而且还有一个节日叫万圣节 哎呦那天晚上送外卖 那真是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就你别说美国人在防疫啊 废墟下救人啥的不太上心 但在扮鬼这方面可认真了 你一开门都不知道 出来的是什么鬼东西 送多了我都麻木了 开门一个大哥 一脸白粉刺着火牙扑了过来 我淡定的说 你是我今天送的第四个吸血鬼了 来 你个死鬼 这是你的 压血粉丝不要粉丝 就我为什么这么淡定啊 因为我查过 就是吸血鬼怕什么 怕大蒜 大蒜嘛 这是流淌在我们山东人血液里的东西 其实刘学生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家都是普通人 有的人拿这个夸我 我都很羞愧 还有人拿这个炫耀 我一眼就能识破 他在装蒜 因为我刚才说了嘛 蒜这玩意儿 那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东西 那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东西 我记得大家我是张浩哲 太紧张了浩哲 他后面稍微好一点点 但整体还是特别紧张的 谢谢浩哲 谢谢浩哲 喜欢浩哲表演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投票 其实吃了很多国司 是不是有点紧张 对我前面有一点点忘词 说错了 对 你那儿就是掉了两拍 后面就一直差半拍 对 好在你的内容还是比较好笑的 内容好的 但是郭老师拍了 郭老师觉得哪块真的好精彩 不得不拍 那个大蒜长在血液里 我特别喜欢血液 跟血液有灵魂有关系的东西 你知道吗 有深度 有深度 有内涵 静姐是听到她在美国那些英语什么 感觉你特别有共鸣的 跟英语 我英语比她还烂呢 但你不是也生活好多年吗 我是乱说的 我不管人家的 你这样美国人 你说什么她都听得懂 什么 真的 真的真的 所以她说 这一首一定听懂了 我之前去那儿 我不是特别喜欢朋克音乐吗 然后去人那儿 唱片电影 然后我就背半天 punk 然后一进去说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prefer 扑克 跟这个扑克还讲 我觉得 下次还是 她的方式 她的方法是最安全的 对 那静姐 您是 this one that one 应该是 this one that one what kind of prefer how would I like them all 答应很标准吗 boss boss 来咱们请那个小北 回到舞台中央 我们在公布票数之前 还记不记得 我们让观战间的人 要得罪所有人的那个事情 哎呦 我 我是个人喜欢后者 我觉得他 尤其这一场 需要我支持他一下 感觉你报告了很多信息啊 好 我们来看那个 选个小北的那边的朋友 因为小北在飞机上 签了黄黄 所以我们就想说就 好 最终谁能直通 要看观众的投票情况 让我们来看一下票数 还行吧 就是正常发挥 我感觉 开场对于我来说不是男是 那我感觉总是在 有意无意的使劲 我就自己控制不住那个 那个节奏 因为你包袱太多了 哎呦 紧张 让我们来看一下票数 恭喜小崽162票进入直通区 浩德卖定